看到龙骑军团的改变,林默宇不禁感叹,道尊竟太强了。 大道的力量加持下,再加上道文,术法的改变超过了自己的想象。 龙骑军团,成员数量,一千万。 成员战力,道尊二敬。 军团长战力,道尊二敬。 军团能力,大道战阵,血腥冲锋,血腥吐息。 军团长能力,致命一击,复活。 大道战阵,形成战阵,加持大道之力,令军团战力大幅度提升,可聚集多个军团,军团数量越多,战力越强。 血腥冲锋,调动大道之力进行冲锋。 冲锋状态时,速度将提升十倍,对敌人造成猛烈撞击。 打击 血腥吐息,调动大道之力,吐出血腥龙溪,对龙溪范围内的敌人造成肉身和灵魂双重。 致命一击,龙骑军团长独有术法,以血腥白骨大道为纽带。 整个军团的所有力量打出致命一击。 冷却时间,一分钟。 复活,龙骑军团长独有术法,动用不死火焰。 复活龙骑军团的成员,每位成员,每十分钟可以进行一次复活。 术法都发生了一些变化,每个术法都与大道有关。 道尊敬就是修炼大道的一个境界,自然一切都与大道有关。 感受术法变化,具体有多强,还有待实战验证。 林默宇暂时只能做一些预估。 龙骑冰的战力和骷髅神将没差太多,略强。 但强的有限,基本也在道尊二进初期的战力。 龙骑军团长的战力,应该能达到了道尊二进的中等水平。 不过,他们有着数量上的优势,和骷髅神将一样。 只要动手,就不可能一对一。 无论是骷髅神将,还是军骑军团, 在道尊二进里,绝对是横着走,没有敌手。 道尊三进也可以横扫。 只有面对道尊四进时,或许还有点麻烦。 毕竟从道尊四进开始,就有了大道真身,战力大幅度增加。 可若是配合着不死亡灵等术法,也压根不用害怕道尊四进。 新增加了足足七千名龙骑军团长,又要消耗大量灵花,为他们开启灵制。 有没有灵制,军骑军团战力完全不同。 幸好之前,世界术刚刚消化了一份本源灵脉残骸,灵花又增加了不少,供应得过来。 看着龙骑军团和骷髅神将,林墨宇的注意力落在了骷髅王身上。 骷髅王在此之前就已经晋升道尊境,现在则更为强大。 骷髅神将和龙骑军团的数量增加,令骷髅王的力量大幅度提升。 自己成为道尊,还有道文加持,同样令骷髅王的力量大幅度提升。 各种加成融合到一起,令骷髅王的境界达到了道尊三进。 骷髅王依旧是林墨宇的最强召唤物,境界达到道尊三进,数量也高达三千只。 若是三千只骷髅王同时上场,自身连同亡灵军团的战力还能进一步提升。 林墨宇判断了一下,光是亡灵军团,自己就能以道尊一进之身,与道尊四进正面对战,不说碾压,战而胜之不成问题。 到了道尊境,越进而战的能力,不仅没有变差,反而变得更强。 会造成这种现象,主要原因还是在自己领悟了足足六条大道,真实虚幻样样都全,凭借大道还凝聚出了这么多道尊,道尊加持下,战力自然水涨船高。 继续查看着别的数法,亡者复生没有什么特别变化,只是复生者的存在时间从两千天变成了五千天。 复生者可以随时进入休眠状态,休眠状态下,时间流失极慢,如同自封。 这样一来,五千天可以用很久很久。 复生者可以拥有的数量也达到了一百亿,可是这一百亿看上去有些虚,林墨宇从来没有招满过。 哪来这么多尸体给自己照,倒也不是找不到这么多尸体,可大部分都太弱,召唤出一堆连炮灰都不够格的存在,有什么用? 以现在自己的战力,除了巨剑道尊这样的道尊六镜的复生者,还有点用。 别的复生者,基本上没啥用。 林墨宇眼光极高,道尊五镜以下的,都快看不上眼了。 召唤元素巫妖也有所提升,提升的不是境界,只是数量。 元素巫妖现在最多可以召唤五十只,可摆在林墨宇面前的问题是,没有这么多合适的材料。 他在商城里,找过很多材料,有些材料确实等级高,但并不适合用来召唤元素巫妖。 如今无数巫妖中,也只有佛国巫妖,还有点用。 自己一晋升道尊,连新建巫妖都直接淘汰。 战力更迭,就是这么现实。 不过林墨宇依旧相信,召唤元素巫妖必然会有大用,只是现在还不到时机。 那么大,林墨宇继续查看着别的术法,除了召唤类术法外,其他术法虽然都有提升,可变化并没有。 没有道文为他们加持,只有林墨宇晋升道尊后带来的一番变化。 不死亡灵的冷却时间从70秒降低到了60秒,复活次数从7次增加到了8次。 仔细去想,提升其实也不算小。 不过,作为辅助的被动型术法,并没有那么显眼。 伤害转移跟伤害减弱能力,从7倍提升到了8倍。 这么点提升,同样属于杯水车薪。 同境界的用不着,超过太多境界,效果其实也只能说乏善可陈。 状态免疫、物理抵抗、元素抵抗三个术法没有任何变化。 不过林墨宇有种感觉,这三个术法在等待一个契机会迎来一次质变。 至于契机什么时候会到来,他也说不清。 接着便是另一个强力杀伤性术法,也是极为奇特的一个术法。 尸体爆裂 尸体爆裂曾经数次帮林墨宇消灭过强敌。 到尊敬后,它的提升并不多,威力从尸体的100%提升到了110%,只有1%的提升。 林墨宇知道,若是他提升它,就需要为它提供道文。 亡灵之意,时间诅咒也有所提升,提升幅度依旧不是很大。 亡灵之意承载着空间大道,在道尊敬后,他所需要的灵魂力变少了,也就意味着,相同的速度下消耗变少。 在付出相同的灵魂力的情况下,速度变快,变化。 时间诅咒也是差不多的结果,它的威力随着林墨宇的境界提升而提升,并没有太多特别的。 剩下的就是,无限融合、距离、强冰、海谷地狱。 这几个术法,和自己境界没有啥关系,不会随着境界的提升而出现变化。 把所有的术法都看了一遍,林墨宇已经对自己的能力了如指掌。 接着他把注意力落到了世界术身上。 世界术是自己的天赋,在自己晋升道尊的过程中,世界术也出现了不小的变化。 PS,道尊敬的具体资料,放在作品相关里了,有兴趣地可以查看世界术不仅是独立存在的个体,同时也为自己提供着强大助力。 也正是有它的存在,自己才能一步步走到现在。 世界术变得更加粗壮,它随着规则世界成长而成长。 步入道尊敬后,林墨宇的规则世界又变大了不少,世界术也随之一起长大。 它的枝叶依旧笼罩着整个规则世界,保护着规则世界。 世界术变得更强了,力量也更强,对规则世界的保护也更为强大。 不过,它依旧在成长期并没能进入下一个阶段。 这是好事,说明世界术的成长还远不到极限,还有极大的潜力可以挖掘。 经过查看,世界术的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大。 新生次数增加到了8次,冷却时间依旧是20秒。 不过20秒拥有8次新生机会,也已经足3,5,7够。 正常情况下,也不可能2秒死一次。 世界果实的能力并没有变化,还是老样子。 灵花随着世界术变强,治疗能力也进一步强大。 银色树枝已经化作一尺小胡,每天产量1000滴,效果非常好。 现在已经可以拿出少量银色树法,交给人皇,作为奖励下发。 同时还可以供应给浩天尊他们,改变他们的天赋,加快修炼速度,尽快步入道尊。 这次晋升,对世界树来说,最大的变化还是树叶。 大道之力笼罩下,有几片世界树叶发生了异变。 世界树叶发生异变,就意味着它们会逐渐变成灵性材料。 在世界树无穷尽的树叶之中,发生异变的树叶十分明显,正好6片,对应着自己的6条大道。 6片树叶正在缓慢一变,再用上几十年就会完成一变,最终形成上加的灵性材料。 还没等灵墨鱼想去查看一下,就发现6片树叶上,竟然多了一抹混沌气息。 好家伙,你小子已经预定了啊。 灵墨鱼哭笑不得看着,无限融合,这个家伙。 这家伙已经把6片一变的树叶给预定了,并且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 这是赤裸裸地告诉着灵墨鱼,这是我的,你不要抢。 这么做,明显就是护石啊。 如果灵墨鱼真要抢,那他也没办法。 当然,灵墨鱼不会那么做。 无限融合帮了自己很多忙,吃苦耐劳,确实也是他该得的。 灵墨鱼来到无限融合边上,伸手轻轻触碰着他。 这次晋升,你很安静啊。 无限融合滴溜溜转动着,传出一道意志,我要进化。 灵墨鱼立即问道,那6片叶子吃了,你能进化? 无限融合对意志再度传来,大道灵财,可以进化。 进化后,融合竖法。 灵墨鱼微一咀嚼就明白过来,世界树叶一变成了灵性材料,与普通灵性材料还不太一样。 普通灵性材料能让无限融合变强,却无法进化。 而世界树叶吸收大道之力后,一变出来的灵性材料被称为大道灵财, 无限融合吃了以后就可以让自己进化。 它进化后就能够融合竖法。 随着树法层次不断提升,想要融合要求也越来越高, 无限融合本身也必须要提升,才能完成融合。 灵魂回归原位,自言自语着,接下来该融合大道真身了。 那么第一个,就是不死大道真身。 小巫之中,不死大道骤然浮现于灵墨鱼脚下。 随后灵墨鱼演化成半灰半白的巨人,一边是死亡,一边是生存。 以道尊一镜演化大道真身,本源大陆的历史上从未有过。 灵墨鱼在不知不觉间再次创造了历史。 一枚道纹飞出,与大道真身融为一体。 大道真身的气息骤然变强,至少强大了三倍。 二十四枚道纹带来的增幅,非常惊人。 在那个年代,有些普通的道尊道了七镜八镜,道纹数量也不过是十几枚。 灵墨鱼才道尊一镜就已经凝聚了二十四枚道纹,并且还不是极限,说出来谁都不会相信。 大道真身顺利与道纹融合到一起,以后利用道纹施展大道真身,力量会更强。 接下来,灵墨鱼将六条大道的大道真身一一演化,与道纹一一融合。 用了半天时间,六枚道纹全部融合完毕。 到了此刻,这场持续一百多年的晋升终于完全结束。 感受着道尊镜带来的强大力量露出满意之色。 灵魂世界中,召唤还在持续,想要填满空位,还需要一段时间。 推开大门,灵墨鱼走了出去。 人黄第一时间道,恭喜借主,成就道尊。 灵墨鱼笑道,一百多年了,有发生什么事吗? 人黄道,确实发生了一些事。 他把龙像族两次来犯的事说了一遍, 灵墨鱼听完之后,就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。 第二次龙像族莫名其妙被杀死,不用说,肯定是安塔瑞斯做的。 安塔瑞斯的实力有多强,灵墨鱼心中隐约有个猜测。 杀几个道尊,他根本不用亲自出手,只需要一缕意识过来就能做到。 而且,雷光和人黄也都没有发现他。 他不想被人知道,别人就很难发现。 灵墨鱼笑道,关于这件事,我心里有数,不用去计较。 与道成如何? 人黄道,与道成一切安好。 所有人都知道,借主在突破道尊,大家修炼得都很勤奋。 灵墨鱼拿出一堆东西,有各种各样的法宝,材料,世界树果, 灵花,还有一些银色树枝。 这些东西你拿着,冲入库存,可以当成奖励。 人黄自然不会客气,直接收入。 如今他们与道成还没有完全步入正轨,属于入不敷出状态, 灵墨鱼的这些东西,非常管用。 灵墨鱼拍拍手,好了,我去城里看看。 利用本源灵脉进行传送,灵墨鱼瞬间出现在城外。 这么多年来,与道成变得越发雄伟壮美,已经有了大成气象。 灵墨鱼走入城中,这座上百万人生活的城池,街上很热闹,人来人往, 有时还能看到质子在乱窜。 从每个人表情可以看出来,所有人都很开心, 显然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十分满意。 人黄管理下,所有人都能在这里获得公平, 不会因为修为境界的高低,而产生矛盾冲突。 谁敢再与道成里动手,和找死没什么区别。 灵墨鱼走在街上,无人发现他。 灵墨鱼就像是行走于另一层空间,来到了小屋小月居住的房外。 房门紧闭,无人看守。 灵墨鱼能感应到小屋和小月的气息。